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月17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CoopLite的社区立会 今天社区立会的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在1.12的版本里面 就已经把裁剪和CoopLite集成到我们的HD里面 这边也是今天在立会上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做到把CoopLite集成到HD 以及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需求 比如说想做到更多轻量化的东西 怎么去自定义的去继续裁剪 或者去做一些修改 今天也是把整体的介绍一下 第二个是上周我们也是讨论了一下 1.17版本的一个需求的规划 那今天就是也是跟大家那个上周也是大家分享了一下 那我们这周就是给大家就是我又梳理了一下 然后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那我们就先开始第一个议题 我这边简单的写了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也发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下 发到那个官网的那个文档上 我们是从1.12的版本的开始 就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HD 旧版的HD我可以对比一下 那我们新版的HD的目录就是 是这个样子 它只有一个配置 然后还有一个CubeConnect的Bridge 待会我会介绍一下这个Bridge主要是做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HD点购的就是初始化 包括一些工作的一个部分 整体只有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1.11 那1.11的目录就是会比较多 它有很多跟CubeConnect是重复或者相似的东西 其实之前的HD就是我们在CubeConnect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适配边缘的一些修改 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工作 然后也做了一些裁剪 那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侵入式修改 这样就造成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我们CubeConnect那边有一些Backfix 那我们如果想去在HD里面去判断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话 那我们就定位起来或者说去修改起来 比较困难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想去不断的升级 开发S的版本CubeConnect的版本 那我们这边的冲突啊 代码冲突也会比较多 而且我们很难保证 把CubeConnect那些新的功能给拿过来 是可用的就是整体的一个开发测试的难度都比较高 而且对于对于一些开发者来说 他他可能还需要去重新学习一下 我们这边清楚是修改了之后的HD的代码 所以我们也是在1.12开始就是对这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做了哪些修改 那首先就是介绍一下这个集成CubeConnect 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之前对CubeEdge比较熟悉的都知道 就是其实在HD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轻量化的CubeLite 但是它有很多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直接把CubeLite 给拿过来直接用的工作 一个就除了一些轻量化的工作的要求 主要的一些部分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主要是比如说我们那个CubeLite 才去访问我们上面的API server 它是直接通过那个就是HTTP的请求 直接去访问到那个API server的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边缘场景里面 就是我们想要直连到云上 其实有的时候会说网络的一个限制 而且呢因为CubeLite它是通过Nistwatch这个机制 去访问那个API server 进来访问那个云上的资源的 那我们边缘如果说网络不太稳定 经常断连重连的情况下 那长时间断连在重连这种情况 需要去那个重新reness的全量的资源 那我们边缘带宽呀 然后包括一个控制面的一个冲击 都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边缘节点的话 一般是数量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是需要对CubeLite做一些裁剪 就是核心的功能 包括一些就是一些能力的话 那我们肯定还是会基于CubeLite去做的 但是我们如何去访问云上 这个部分是会就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让它能够走我们CubeEdge 本身的那个WebSocket的那个那条链路 那我们这边就是 EdgeD里面集成CubeLite 其实主要做了三部分的工作 第一个部分就是启动 那我们就是在EdgeD里面去调用 那个CubeLite的启动的函数 然后去启动CubeLite 那在这之前就是我们需要把 CubeLite的一些原生的一些配置 拿过来 包括CubeLite的一些flag这些 然后放在这边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EdgeD目前的一些参数 其实是跟CubeLite那边是相一致的 剩下的两个部分的修改 就是主要是 接收云端发下来的下行消息 以及我们去发送一些上行消息 那接收云端的上行消息 原本就是刚才说的 通过NextWatch这种机制 那我们现在呢是Cloud Call 它去NextWatch之后 它把它给转换成 那个CubeG这边传送的Message 然后再通过EdgeHub EdgeHub发送那个分发的EdgeD 那我们这边在那个EdgeD里面呢 也是有一个channel 然后它会等 它会等待云上下发的这些消息 并且将这个消息解析之后 传入CubeLite原本监听的 那个Pod update channel里面 这样就可以完成整个的Pod呀 这种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包括节点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发送上行消息 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个 那个CubeClient Bridge 因为CubeLite向上报 就是原本的CubeLite向上报 那个报一些信息的话 它是直接通过API Server 通过他们的CubeClient 就是这边有一个CubeClient 它是直接去访问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CubeClient 它可能在大部分场景下是 边缘场景下是不适用的 所以我们在初始化CubeLite的时候 把它的用我们的MateClient 去代替了原本的CubeClient 那这个Bridge就是做了一个代替的工作 我们就是把MateClient去覆盖 就是做了一个Fake的CubeClient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CubeClient Bridge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做了一个Fake的一个 那个CubeClient 那我们直接就去代替了它 然后这边也是 目前是 就是边缘需要用到的一些接口 然后在这之上 就是代替了之后 那我们就会把消息 原本MateClient上报的消息 发送给MateMalager 那MateMalager就接而上报 所以我们其实集成的工作 只做了这三个 就是做了三个部分 而核心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其实都是由CubeLite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去升级 升级KubeS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去保证 这三个部分的代码是 那个没有冲突的 那基本上就 就是就可以了 而且比如说 大家从KubeS上游这边过来 去了解CubeEdge的 那其实对CubeEdge的代码 也是能够更快的上手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去 做到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刚才也说 我们直接去集成那个CubeLite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CubeEdge下面有一个 KubeS的仓库 维护了一套KBAS的仓库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部分 需要对那个原本的CubeEdge 或者说KBAS的一些代码 进行一些修改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维护了一个仓库 就是那每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们在一点 就是现在的Master 也就是说我们即将发布的 1.16的CubeEdge里面 是把KBAS的升级到了1.27 那我们其实是把1.27 KBAS的1.27的这个代码 给Fork过来 Fork过来之后 我们把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工作 全部给Cherry Pick过来 或者说Rebase过来之后 这边有一些我们的 已经之前的一些裁剪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删除掉边缘上面 无用的一些Cloud Provider 这些工作 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 适配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它的 这边有一个拼写筹 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的 那个Pod Update Channel 就是我们等待那个 Next Watch的那个Channel 去换成我们的一个 HT的Channel 这样能保证 就是下发的消息 走到HT的Channel 然后接而来 再发到Pod Update的Channel里面 这个过程 嗯 整体的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裁剪呀 和一些轻入修改都在这边 然后大概有20个Commit 那我们每一次升级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20个Commit 叠加到KBIS原 就是最新的那个版本 然后再替换到CubeEdge的这个 这个仓库 比如说我们现在CubeEdge这边 是用的1.27.7 我们的主干分支 那我们在下面就需要把那个 就是CubeEdge的这个版本 replace到我们这个CubeEdge下面的 这个维护的这套 那个KBIS的那个1.27.7的这个分支 这个tag 我们刚才也看到 我们是有一个1.27.7.1的 CubeEdge-1的这个tag 因为因为KBIS有很多紫仓库 比如说Cublet呀 CubeCTL呀 这些东西 它是在那个staging下面维护的 所以我们在打tag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把这些下面的紫仓库 全部都替换成对应的 staging下面的那个tag 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成tag的时候 我们我们还需要生成 对应紫仓库去生成 否则可能就是go mode的情况下 可能生成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也是写了一些步骤 就是我们我们可以基于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说 后面大家有一些 想基于KBIS的版本 做更轻量化的裁剪 因为有的有的有的场景下 可能对轻量化的要求比较高 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裁剪掉的能力 你是需要在你的场景下 是需要去恢复的 那我们可以基于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仓库的 这些commit去继续裁剪 或者说恢复掉一些commit 然后然后做一些开发 之后给这个版本打上一个新的tag 这个新的tag呢 就是我这边也强调了 就是其他的staging下面呢 你也需要去打一个tag 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 我这边打tag的一个脚本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参考这个脚本 去直接把所有的主仓库和所有的公共仓 全部打上tag 之后就只需要去修改 Cube Edge的Go Mode的那个文件 就把replace那个版本号 改成我们你们所需要的 个人仓库的地址和版本号 之后就是一些更新vendor呀 这些过程 编译到最新的Cube Edge 在本地调试 那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说大家是想 在做更轻量化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就目前看来 其实它需要去Cube Edge 适配的东西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支持了 它目前的这些功能 但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支持更多的 我们已经采定掉了Cube Edge的功能 可能有部分工作 是需要那个Cube Edge这边 再继续适配的 那我这边也可以拿 之前志佳做的那个 就是StaticPod这边来 那个介绍一下 我这边直接用志佳的 之前那个PR来介绍一下吧 就是志佳之前 就是我们在上上个版本吧 是支持静态Pod的这个能力 但其实我们在当时的版本里面 是把静态Pod的这个 这个东西给 给就是裁剪掉了 那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那就需要把之前裁剪掉的 这个就是 就是revert 就是回滚过来 就是那个 那个drop掉的那个 那个静态Pod的呀 这些能力给恢复过来 那我们因为静态Pod 是需要向上创建Pod的 所以当时Cube Edge的 那个Mathemology啊 那些代码里面 是没有向上 createPod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在 嗯 Cube Edge的代码里面 去做一些修改 看一下 应该是 对 就是我们 然后我在那个志佳当时 把这个PR给合入了之后 出了一个新的K8S的版本 就Cube Edge下面的 一个K8S的版本 然后同时 在在这边 Cube Edge的本身的 主仓库里面 做一些修改 去支持 支持那个 创建Pod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这样 我们的整个的 静态Pod的这个功能 就可以支持了 嗯 这个主要是说 我们有一些 才建造的功能 需要恢复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你需要 继续才建造一些功能 那其实 就不太 太需要这么多的 一些开发的工作了 那我这边介绍的 集成Cube Edge 包括自定义的 去裁建Cube Edge 那个K8S的一些工作 主要是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后面我们也会把 这个部分的一些介绍呀 然后有一些指导呀 也会放在我们的 官网文档里面 我问一下 就上面那个图 是我们自己画的是吧 这个图是我们 对对对 这个图就主要介绍了 两个修改 一个是 就三个地方的修改 一个是启动的部分 一个是 一个是下行的消息 我们怎么去 让Cube Edge感知到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上行的消息 怎么去 就是Metal Connect 期待掉了 Cube Connect这样 就是示意了一下 对 OK 挺好的 我觉得后面这个 我们可以搞个 博客那个文章 发一下 可以可以 对 对 也是那天跟志盈讨论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用户 对清量 极致清量化 这个要求比较高 那我们可能 就是有一些用户 可能还需要 继续裁剪 这个功能的话 都可以基于 我们这个版本 在网上裁剪 对 然后后面 我也把这个部分 再完善一下 然后到时候 在官网的 那个文档 然后包括 比如说我们开发者 指南这个地方 也可以发 写一写 可以的 我们 后面发一下 把这个 我认识 挺好的 希望大家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第二个议题 再看一下我们上周讨论的 1.17的一个 一个需求的规划 上周也是在 逆会上讨论了一下 我下来也稍微 疏离了一下 对 然后我这边就 那个快速过一下 因为可能上周 已经详细的讨论一下 具体的内容 那Signode这边 可能 1.17的重点的版本 是支持 Inclass的Config 和继续保证 我们的 KPIS的升级的版本 那个Security这边 就是支持多种 类型证书的接口 包括我们现在的 这个证书 然后包括 那个 那个国密啊 国密算法这些 去做一个 适配的工作 稳定性方面 还有包括性能方面 就是性能方面 可能下一个版本 Edge Mesh 和Device那边 会做的比较多 Edge Mesh这边 就是大规模的 一些优化呀 节点的 那个 离线的优化 那个 结章和 那个 一星那边 也都是在 有在Networking那边 例会上 有介绍过的 稳定性这边 就是上周 新闻也 也介绍了一下 就是 几个方面 一个是 那个 Clocking HA 这个工作的 一个稳定性测试 第二个是 那个 Kooper API 就是我们的 MetaServer 那个部分的 稳定性 然后 另外也就是说 要针对 那个三个维度 包括 原生的 一些资源 然后 还有 Kobej的CID 还有其他的CID 这三种 做一个 E2E的 用力的补齐 第三 就是 第三个部分 就是Logs EXEC的 稳定性的 一些增强 但是这个工作 可能 在1.17 去做 去完全实现 可能 就是在工作上 还有一些难度 后面可以 行为可能 还是要再分析一分析 然后分阶段 去把它给实现 然后 测试这个部分呢 主要还是E2E 这些工作的 一个增强 然后包括 我们这个版本 已经做的一些 兼容性的测试 和KBIS的 那个测试 拿过来 去放在我们的 日常的CI里面 也是要在这个版本 继续做的 然后Networking 刚才介绍过了 我就不再介绍 然后Device IoT那边 上周 陈林和 槟城也都介绍过 主要是几个 批量的设备的 管理维护 设备发现 然后流数据 还有Mapper设备 写入 这几个新增的规划 然后还有一点 是上周 有一个社区伙伴 提出来的 就是希望 鸿蒙软总线 能够作为一个 Mapper的协议 那这个 就是因为需要 OpenHarmony社区 和我们一起 去推动完成 那1.17 我这边就没有标黄了 因为1.17 我后来 下去之后 跟那个 又聊了一下 就是说 1.17 想要去把它 给推动实现的话 还是时间比较紧张的 但是这也可以 作为我们 今年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中 然后Class的 Nive Circle这边 其实 就是要做的工作 还是比较多的 一个是 那个 新伟在做的 那个整体的 一个升级框架 合入了之后 那我们下个版本 就可以基于它这个框架 再做一些 配置更新啊 然后 等等的 工作的一些增强 然后包括 把我们的这个能力 那个 去 GA掉 然后 然后金箱预下载 也是 上周也是说过 那我们后面 还要去支持 Image和Secret Override的 这些能力 KA的Mean的 一个能力的增强 就是 那个 胡威老师 之前提过的 一个医学 包括 就有很多点 就是我上周 也是说了 大家去可以认领一些 就感兴趣的 可以认领 其中的一些任务吧 就是 一些小的工作 然后比较大的可能 就是 KAdminJoin 去支持 杠杠赛 或者支持 Config 这些配置 然后 还有一点 就是 之前 蔚来那边 上 在会上去 讨论的 就是希望我们 这些 HD和Mathemology 这些模块 自启动 那我们可能在 第一个版本呢 可能是 把一些重点 或者说 影响面比较大的一些 模块自启动 这个工作给做了 然后 除此之外 就是开发这边 是这样 然后文档的话 也是 之前有说的 就是我们还是会 继续去做一些 文档方面的 能力的提升 然后 这个是1.17的 大家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最近 也是计划 预计是在明天吧 会在那个 微信群和公众号 那个发 发一下我们的一个 2024年的需求 征集的一个问卷 大家如果对 今年Coupage的 有什么 希望能够提供 哪些新的能力 或者说 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的话 也可以 就是抽一点时间 填一下我们的问卷 对 我们后面也会根据 大家的一些需求 来制定我们 整年的一个roadmap 对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 需要讨论的 这里面标黄的 就是我们 目前试辩到的一些 要做的是吧 对 我调整了一下 就是把上周 就是这个版本 规划的一些 中心标黄了一下 对 我们这里面 其实有一些 有衣袖 其实后面都可以 有衣袖来跟踪起来 有些要做的 可以和自己提衣袖 或者讨论一下 这样 对 对 因为现在 其实 我这边识别到的 只有三个 三个衣袖 那其他的 相应的负责人 或者感兴趣的 都可以提个衣袖 那我这边可以 爱着我 我这边也会添加到 那个1.17的 Mindstone里面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反正我们明天 就是那个有个征集 发了之后 还可以持续的刷新 这种东西吧 对 是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这两天 要花1.16 然后1.16 现在那个是 什么镜子 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 应该都 该和的 应该是都差不多了 嗯 对 看一下 1.16 对 1.16 这里面有一些 衣袖 然后 对 对 就是原点的 都是衣袖嘛 然后 对 剩下的是 那个 PR主要是 下面这几个 嗯 下面 下面有几个 也是一些 还有几个 proposal 是吧 像这个 对对对 对对 proposal 然后 对 然后有一些 这个 是打上 WIP 我理解 应该是因为 有一些 相应的 就是比如说 因为这个 升级框架 合入了之后 其他的要适配的 修改 所以暂时又 WIP了一下 其他的整体 对 整体的 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对 还有上面一个 age application呢 对 对 行 那这个我们感觉 应该 这周 就差不多 应该可以出来 对 是的 这周 这周 这周基本上 应该能够合入发布 那我们可以下周 逆会上再 详细的介绍一下 嗯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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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的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啊 我有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后面不是刚刚 remote runtime就是已经取消掉了是吧 就是 runtime type 还是什么 runtime type取消掉了是吧 他那个取消掉的意思 就是说边缘节点的runtime 跟runtime master的节点是要一致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取消 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原本的runtime type 它是支持两种参数的配置 一个是docker 一个是containend 一个是remote 就是一个docker一个remote 然后后来 还在一点 那个k8s是在1.23 还是1.24 1.24是把docker的支持 dockerSIM给移除了 这个时候就是你 你如果需要使用docker的情况下 你还需要再去装一个CI dockerD 然后你这个 而且你的runtime type 也叫remote 也就是说原本的那个runtime type的 叫docker的已经不需要了 以后所有的都叫remote 包括docker这种 这种方式 所以 对对 所以然后到1.27 k8s就觉得 我不需要再去指定这个参数了 因为这个参数以后都叫remote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 所以 所以之后 就是把这个配 把这个参数给去掉了 以后都叫remote 但是不是说 你云上的runtime 和云下的runtime 是必须要统一 而且也不是说你边缘就不能再使用docker了 只不过他这种类型都都归在了remote里面 那其实就是说我云和边缘的runtime 其实可以不一样的 对 是的 对 OK 就是如果说我 呃 边缘用docker的话 其实那个CI 那个 就是 现在就是有这个 要装那个 CI插件吗 对对对 那个是continentd才用吧 Docker不用吧 哦 不是 你你现在是这样 你如果要装docker的话 你还是需要装一个CI docd 因为docker本身 它是不支持 那个开发is开放的那个CI解口的 所以他需要中间再装一个CI docd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标准的CI runtime 比如说continentd啊 CIO这些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额外的装任何东西了 不对我可能我边缘用continentd还是要装那个插件的 哦 做CNI插件是吧 嗯 CNI插件这个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修改 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 嗯 我这边也是看一下 也是这家这边做的 就是我们这边已经合入了 但是 嗯 还没有还没有去cherrypick到之前的一个版本 那在一点就后面cherrypick到了 那可能各个版本都不需要了 就是我们在未来 呃在接下来的版本里面去安装那个agecode的时候 就已经不依赖CNI plugin了 然后包括可能后面它cherrypick到前面的版本 我们再出一些什么1.1 5.2呀 这些版本的时候 你使用最新的patch版本 也是不需要再装这些CNI插件了 但是但是但是这个不需要装 只是说你不需要再安装coopage的那个时候装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 你可能需要使你在边缘去安装 就是部署一些业务容器的话 有一些还是需要的 对 嗯 对的对 只要使用容器网络 我都还是需要装CNI插件的 只是说它这里 是把CNI插件跟 跟那个agecode的安装解了 啊 就是你需要用到CNI的那个特性的时候 还是需要这个插件的 对 你边缘的一些应用 只要你使用容器网络的话 它都是需要装CNI插件的 嗯 就是刚刚就是说 其实边缘跟云 它那个容器运行时是解我的 然后它那个就是呃 就那个X86跟ARM这种可以可以解我吗 就是说我边缘是ARM的 然后云是X86的可以吗 可以 就可以啊 嗯 嗯 可以的 嗯 那我之前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那个边缘设备的ARM 它那个内核版本很就是比较老 就是我就是我装contentity的时候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是不是用Docker会比较就呃 就是容易一点 因为就是因为Docker比较稳定吗 嗯 但是我不太确定 因为你现在如果要装Docker的话 你还需要装一个CI-Dock-D 嗯 对就是我不太清楚如果装了CI 就是CI-Dock-D 会不会就是如果说你你的版本内核比较老的话 能不能支持 嗯 如果说可以的话 其实你可以试着装一下CI-Dock-D 如果说可以的话 那其实使用上来 那个用Docker就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对 嗯 对 嗯 还有就是说我装这种边缘装那个AG-Core的时候 用Oper Admin装 其实它隐藏了很多细节 其实就是有没有那种最新的版本 有没有那二进制那种部署的方法 或者其他的部署方法 嗯 你是说隐藏什么细节 就是它 它我看就是我装Core Admin装失败了之后 报的错嘛 嗯 报的错我看都是Core Admin它的错 就是透传到Core Admin这边来的 嗯 就是它 其实是 就不知道它是在做哪些工作 就是Core Admin 就是Core Admin 那个 远上节点的时候 嗯 那 那你 你现在是说 想要二进制的安装方式 也就是比较所供应原始一点的 就是可能出了问题 可以知道是哪部分原因 现在就是直接看就是 呃 排错就比较 比较困难 嗯 我们 二进制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 我就不是很推荐啊 就是Core Admin有一个 Deprecated的那个命令 好像是二进制的安装的方式的 可以 可以不用Core Admin 就是直接我把 呃 用二进制把AG Core啊 把一些AG Core啊 这种都布起来 就那种方法 嗯 这个我们官方现在是没有 没有支持这种方式的 对 对 嗯 行吧 嗯 嗯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谢谢 好的好的 不用谢 对那个自家把这个PR 全Pick一下 好的好的 你要切开的老机板没了 一二一点一二以后吗 嗯 可以 对都可以啊 嗯 那其他人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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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逆会就到这里 嗯 明天可能会发布一个需求征集的问卷 也欢迎大家能够嗯 嗯 那个积极的为社区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 嗯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呢 我们社区立会就这边结束 下周三还是下午四点呢继续我们的社区立会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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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